这战友现在都在全国各地都分散开来了 有没有联系呢 在北京都不多 这个战友啊 他说他想跟你说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看看战友是怎么说的 老孟 这个我们渤州军区蒙公团啊 98年到2000年啊聚会两次了 这两次呢 因为你工作太忙 都没有机会再去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火 涌在我心中 虽然没有疼 走吧 走吧 人中有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的天前面 好久了 十六年来 超级绑闻 采访过近千位明星奖兵 我们始终疑 我们从未放弃 感谢你们的信任 感恩 一目相遵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感动 会掉眼泪 是因为 我们不通过这个节目 我可能 没有这种构空 其实那时候我是没什么反应 我也不知道我是干嘛 我是没有意识的 其实 那这后来呢 哥哥再也没有说 你拍的这些戏不好看 父亲也是特别要强的 是个工作狂 他的肾只剩下百分之十了 可以用的 那是我最绝望的意思 我说天哪 我说到那天 我说老天 我说我该怎么办 我快扛不住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越来越红了 然后跟妈妈在一起 时间越来越少了 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老了 我们去 就去家里采访妈妈 妈妈说了一句话 我们当导演 当场就哭了 妈妈说如果家里不是 有那么多照片 我每次能看到的照片 我都想不起 儿子长什么样 哎呦